1865年5月被晚清朝廷以为长城的森格林庆所部 被碾军包围在了山东河泽 当月森格林庆兵败战辞 曾经骁勇善战的八旗军队 自此淡出了清王朝的主要军事舞台 以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为代表的湘军、淮军、北洋新军 相继成为了清军主力 伴随着军事上的变化 汉城的实际地位超过了满城 晚清内部的朝堂形式出现了自清军入关以来的最大改变 而这一场清廷内部的改变对促进清王朝的瓦解 以及近代历史发展都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归根到底八旗的堕落与腐化 正是清王朝彻底衰落的根源之一 今天老驴就来扒一扒八旗子弟的腐化之路 并尝试由浅入深地分析其堕落的根源 受制于封建王朝的历史局限性 历朝历代的军队都会从王朝初期的所向披靡 逐渐走向王朝末年的不堪一击 作为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清朝 自然也无法逃脱既定命运 八旗军队的战斗力从消灭难民开始 就逐步的出现退化 到康星年间的三藩之乱时 八旗兵就已经难堪大用 乾隆时期一直骑马人落地 射箭剑落地的八旗兵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作为清王朝最后一个开疆拓土的帝王 乾隆皇帝对这样的状况自然是非常生气 为了重塑其人的尚务精神 乾隆禁止他们做教子 希望他们重新回到马背上 但是令乾隆没想到的是 这群八旗子弟马上就有了应对办法 不能坐教子那么就坐马车 总之骑马是不可能骑马的 当然火冒三战的乾隆帝也有其他的努力 诸如让八旗兵作为战场主力 强调其人是大清根本 其人必须保持战斗力等等 但八旗兵依然是我行我素 在堕落的道路上一去不复返 到嘉庆时期 八旗这个号就算是被彻底完废了 嘉庆八年 一个生无可恋的御厨打算结束生命 为了死得壮烈一点 他准备行刺皇帝 于是一个御厨拿着把太刀 冲向嘉庆皇帝的故事就上演了 面对御厨的冲锋 嘉庆皇帝身边的一百多个侍卫 只有六个人去保护皇帝 剩下的全部都是一连懵逼的站在那里 但这还不是最夸张的 按道理来说六个侍卫打一个厨子 那绝对是老鹰抓小鸡 但是这六个侍卫竟然搞了个 上帝以前自尊打败 其中一个侍卫被连捅散刀 面对这种情况 嘉庆帝就是脾气再好也忍不住了 于是他决定要好好整治一番 其人的不整治风 遇出行刺事件之后不久 嘉庆就下了一道旨意 凡自愿前往赫图阿拉 屯肯满五年者 朝廷无条件授予其无品顶带 按照嘉庆帝的意思 在京城这个花花世界 指望这群顽固子弟实现自我救赎 是完全不可能的 只有把他们赶到东北老家 体会一番老祖宗的渔猎生活 才能恢复往昔的战斗力 按道理来说 嘉庆帝的想法是对的 恶劣的环境确实能提高其人的战斗力 但理想很美好 现实很骨感 面对如此优厚的条件 八七子弟不为所动 主动报名者寥寥无几 除此之外 其人们还组织起来向嘉庆进言 要求他停止这种错误的想法 面对讨价还价的其人 嘉庆只能用抓救的办法 应酬了三千人送到关外锻炼 但人算不如天算 嘉庆帝根本无法想象 其人们堕落到什么程度 负责管辖赫图阿拉的圣经将军 在收到文书后立马慌了神 在他眼中 这群人可不是一般人 这完全就是一群祖宗级别的人物 要是哪个在辽东饿死了 或者累死了 那他一定是吃不了兜着走 于是圣经的官员马上就行动了起来 首先赫图阿拉是不能去了 那鬼地方 锻炼人是真的锻炼人 但是要啥没啥的生活 京城来的大爷们哪能受得了 为了切实解决这个问题 圣经官员在沈阳附近修了一批房屋 并圈养了一些牲畜 除此之外 他们还雇了一堆仆役来伺候这群霸气大爷 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 那三千起人还是住不惯 为了回到京城 是八线过海各显神通 纷纷找关系上书诉苦 希望皇帝能收回城民 嘉庆皇帝对于这种要求自然是不会同意 这些起人眼看大路走不通 就开始走小路 四字逃回京城 面对这群扶不上墙的烂民嘉庆帝彻底活了 表示要杀人 可即便如此 嘉庆也没能阻挡八旗大爷们回到京城 一部分没有逃跑的 在沈阳也没干什么好事 每天除了烟酒茶馆戏源子 几乎没啥正事 至于皇帝交代的屯肯任务 则由他们花钱雇来的当地人完成 这件事发展到这里 嘉庆帝终于认识到八旗子弟是彻底炼废了 无奈的放弃了对其人的整治 从此以后 八旗制度开始呈现断崖式的腐化 到道光咸丰两朝的时候 八旗子弟彻底沦为了朝廷的寄生虫 无论是在鸦片战争中 还是在太平天国战争和缅军叛乱中 八旗军队的战斗力 怎是一个稀烂就能改阔 最终使得晚清朝廷 需要依靠地方军头来维持局面 面对这种不利行事 晚清朝廷自然也是看在眼里 慈禧太后不止一次的希望重振八旗雄风 如颐和园的海军学校 就是慈禧太后为了让其人掌控海军的尝试 可是这群提龙驾鸟的大爷们 根本就无法适应海上生活 纷纷托关系游说朝廷 无奈的慈禧太后 只能让他们回到了京城 甲午战争后 随着怀军的崩溃 慈禧太后又有了重振其人的想法 在荣禄足见的五位军中 就有一支其人军队 但荣禄和慈禧 还是被县时狠狠地打了一把掌 对当时的其人来说 打仗是不可能打仗的 所以这支五位军最终也只能无奈的吸纳汉人作为主帝 其人紧紧充当着部分军官 后来这支军队在与八国联军的战争中得到了检验 面对鱼目混杂的联军 他们基本上就是一轰而散 与他们祖先的骁勇形成了鲜民对比 如果说1900年 其人还能在战场上为清王朝表演一下的话 那1911年的其人就连表演都懒得表演了 在清末训练的新军中 有一支禁卫军和新军第一阵 这个是晚清王朝发了狠心训练的七人军队 他们在新军中待遇最好武器最新 清一色的央枪仰炮 这是慈禧太后在地方军头实行东南互报的局面下 为挽救清王朝做出的最后努力 但可惜的是 这两支七人军队别说抵御列强 在无昌起义爆发后 龙玉太后传令载韬率领北洋新军前去镇压 结果载韬竟然不敢去 最后只能另派陆军大臣殷昌前往 而在与湖北新军的战斗中 陆军第一阵的战斗力依然是照常发挥 把战力稀烂全失的淋漓尽致 其人为何会逐渐堕落 皇帝又为什么无法根治这一问题 这其中的原因自然也是历朝历代的通病 王朝初年的英姐们 每一个都是出类拔萃 而后面的人从出生的那一刻就含着金钥匙 他们好日子过得久了 自然而然就会变成废柴 但需要注意的是 在传统的中原王朝中 这种情况并不是十分显眼 毕竟王朝功勋的人数是有限的 朝廷也不可能一直依靠这群人和他们的后代 无论祖先有多厉害 只要后代无能 就不可能在朝廷有一席之地 但清朝并不能如此 作为非传统中原王朝的清朝 其建立的根基是满族八旗制度 虽然汉人早在辽东时期就进入了朝廷中枢 但中清一朝 皇族和满臣对汉臣的地方就从未停止 晚清重臣李鸿章在德国会见彼此迈时 就曾经说过 为大臣者欲为国家有所尽力 而满庭一剑予己不合 群彻其中 在这种情况下 齐人集团就算再烂也会被留在朝廷中枢 皇帝不能动也不敢动 这种畸形的架构 最终使得逐渐腐化的八旗子弟 成为了清王朝最不应该存在 却又必须存在的群体 而鉴于朝廷架构的畸形 注定了皇帝在面对齐人时只能单打独斗 他既不能用汉城打击齐人 又不可能拉拢齐人打击齐人 没有铲除齐人的能力 那齐人自然也就我行我素 在康熙乾隆这种比较有为的皇帝掌权时 齐人的堕落还能比较收敛 但从乾隆晚年开始 原先强势的君主不复存在 皇帝往往会在对齐人的改革中 雷声大雨点小 随着历史的推进八旗子弟 也就成为了已经烂透 却不能抛弃的寄生虫 历史皆为过往 现在的已经成为过去 未来的才是现在 我是老驴 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